我和她认识很久了 之前也没有想过跟她走到一起 但是在一起之后这一年时间里 我感觉她没有说的那么在乎 她总觉得我不在乎她 我不知道还要怎么做才能证明 我对她的心意和对别人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她现在总是把一些小事情放大 而且一吵架就总犯旧账 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我现在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和她在一起的 现在她老是说话不算数 我感觉没有办法去信任她 在她眼里游戏比我更重要 很多小细节对我都没有那么关心 所以我现在很纠结 到底要不要继续 这段感情还要继续吗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26岁来自河北个体 女嘉宾李女士22岁来自河北学生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位啊 女生是觉得这段感情有点悬了 是吧 你呢 就是她这人吧 脾气太大了 然后小事吧 总经常性地提 就是说咱现在吵架的时候 吵的是这件事 她总把上件事再搬到这件事里面 再重复地再开始提 谁也受不了这个样子呀 对吧 那之前的事就每一次都提起来 你让人心里面多难受啊 我可没让你抱怨她 我是在问你对这个情感的态度 你的态度是什么呀 我的态度就是今天想来就是说调解一下 就是我们俩相互肯定都有问题 都需要一些改进 你俩说白了是不想分手吧 我 我 对 对 就是她刚刚说我小事重提 那如果她改了有些事 我肯定不会提啊 咱说事吧 就是当时我们俩好之前 她有跟我说 我跟你在一起之后 就再也不吃冰榔了 然后跟我在一起之后就一直吃 那因为这事吵了很多次 就有一次吵得特别凶 我就牛点儿我就走了 回来之后她就发毒誓说 我以后怎么怎么怎么地 然后她还老刷不算数 我就感觉 你都发毒誓了 她说的不是都全对 就是冰榔 我之前没跟她好的时候 我就每天吃三包多的样子 这个瘾头吧 她暂时戒不了 但是我跟她好了之后吧 她总拿冰榔这个事来跟我吵架 就很烦嘛 所以说我就把这个东西 再尽力地克制 我又改进去 她看不到而已 现在还吃吗 我现在的话没有吃了 现在不是不吃了吧 就现在找了个薄荷糖代替 就是她嘴里必须要有个东西 你每天不吃东西就难受 我就跟正常人不一样 这怎么了呢 就跟饭一样 这有什么呀 这不是你男朋友吗 可是他说了做不到啊 我就心想着 你怎么这个人说了这么不算数呀 他这个东西他有瘾 不是说一下子就说 有瘾你还有理啊 行 这事咱们翻过吧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就是打游戏 我磕了碰了 我说哥哥我好疼啊 他就说 哎呦我打着呢 我现在快输了 我就心想着 我不要你过来 你口头上安慰我两句 可以吧 然后也不安慰我 主持人是这样的 就是平常的时候的话 我对他都还真不错 他在床上面躺了 就是说你把这个拿过来 把那个拿过去 我想喝这个 我想去买那个 我都去 就是我打游戏的时候 我想就是自己需要 就是单独地玩这么一小会儿 我需要自己安安心地先打 就是我平常的话 可以好 百依百顺地都可以对你 就是我打游戏的话 我想单独分裂点时间出来 让我自己心里面舒服点 我不是没有给他 单独打游戏的时间 打游戏前是特别长 四五个小时就是少的 这个挺长的了 长是长 不是咱算一下 那你刚才不还说 我只要一点时间吗 每天要睡八个小时 对吧 他睡十二个小时 基本睡眠吧 行 他要睡十二个小时 打四到五个小时的游戏 这十六个小时就没了 对啊 啥时候去工作呢 我现在的话都歇了 我主要做这个旁 旁马皮挺的瘦瘦 冬天的话 这挺没有人玩 太冷了 咱们冬天就没事干 在家里面待着团排着他 行 我就听明白了 就是打游戏呗 打游戏 就是我那次去找他去 我下车当时下雨了 然后我就说那个 哥哥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呀 然后他跟我说 让我自己回来 后来我自己回去的 我自己回去之后 淋湿了 开门 看他就是特别 因为输了嘛 脸特别不爽 坐在那儿打游戏 嘴里还嚼着冰榔 当时就是已经发生说 不吃了这些 然后挪了一盒那个烟 就是一盒冰榔在那儿 然后我就看着他 我就等着他跟我说两句话 我说 我说我身上都湿了 你不想跟我说什么吗 重复好几遍 不说话 后来看了我一下 你又没湿透 就是意思就是说 我湿的不多 我说 我湿的不多 你就不说什么了 那我还淋着呢 你打游戏 你就不管我了 我特别生气 后来我在他家 我就把东西给砸了 然后他当时 把剩下的东西砸了 他把饮水糊踹了 不是 你都砸了些什么呀 就砸了些碗 我把剩下的都砸 当时我也是生气 你把剩下的都砸了 然后他还 你都砸了些什么呀 锅碗瓢盆 厨房用品是吧 厨房用品 都给砸了 砸得好 反正也不打算过